跟委員長 跟貿易農業事業 好 謝謝余高 而且謝謝大家 冒著這種熱熱要命的天氣來跑來這裡 聽我們這個演講 剛才那個余高已經介紹了很多關於我們做的一些專長 今天主要的工作會介紹一個是 我大概過去20年來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有關於雷暴的物理跟動力 但是我這個雷暴物理跟動力 所以目前主要的運用方面是在 人造衛星就是現象衛星的 觀測方面 那等一下這個故事呢 慢慢跟各位介紹一下 OK 我是要開哪一個 這個嗎 可以 可以 OK OK 所以那個 講到這個雷暴其實一點都不稀罕 尤其是住在台風 各位 昨天 昨天就有個雷暴 今天有沒有 不知道 今天 今天說 有個雷暴 那雷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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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是 好 好 caring 雷暴的 那雷暴呢 一幅叫做家庭装罢的这个风神跟雷神 后面这个雷神是左边那个 以前认为说这个雷神来的 就是雷神打鼓 在肾上背了一圈鼓 打在肾上圣子是那样的 他这个跟那个中国以前有本书叫《探查》 那个王冲写的那本书 里面就提到说雷神是什么样的 雷神身上背了一个一连串的那个雷神隆隆 就是因为他们那样的动物 那当然王冲的时候那个都是不说八道的 没很好回事 可是当时的人是相信有这么回事 那当然现在科学上没有什么雷神不雷神 其实是风暴来自于特定的天气现象 那特定的天气现象当然就是风暴 主要来自雷神的作为雷神 所以我们这个案件当然很快 先各位想一下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地乡上面有分类的生产 就是高与中云 就是看你的雷底高大概在什么地方 那今天虽然有分类的科普 但是有没有知道那样的 这打算的介绍就是什么 主要讲说我们今天是讲风暴 风暴是什么的意思 就是指载人 指载云景的他们 似乎是云里就是接着比赛 因为通常那种指载云 尤其是比较前面的实载云的话 它会是这样的一个光像 上面几乎一直到所谓的队列层屏 人家地上的队列层屏 所以这个叫实载云 不是因为它是垂直的发展的实载云 它叫实载云 所以我想说雷炮 雷炮就是所谓的雷电加上风暴 那你说有没有那个没有雷电的风暴 也有 在台湾其实我们也有那种下大雨 挂大风那种 那个情况也有 全球也有 通常这个海上 海上的话 海上的很多下大雨挂大风 但是汪水 那种比较多汪水 那如果是墙内的 那种 那种 闪电打雷的话 可能都是在于地上 比较多汪水 OK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那个 所谓这个战雨 是最大的浪水 基于低速雨就是我们的 好 通常讲 那就是吧 我们的 我们的 黑衣 正式 我们的叫做 Lewis 可是我们的 一般 行称 那就是 他那种 他那种 防掉 基于防掉 就是 下大雨 挂大风 下大雨 挂大风 下大雨 那你说 果然会不会有那种 打了一闪电 挂大风 他就不会下大雨 前面那种 那种的一棒 所以 说到你 我看花 比较感到的地方 就碰到 所以云也很低 看着一道 可以想到 發生了大雨 你在这边 那下雨 那种状态 就是一定是一个难 所以他那边本就有点干燥 就是他那种造型 所以他对了一个小 他可以在高通造型 他在那里 就是想到 标准 可以雷生加 雷生 而对 所以说 在那个时候 你可以 去border 那种 我想 那种 哪里 那些都是不下雨 不过呢 不过呢 大部分的地区 就像台湾政府 后的事情结果 相当的 但是 非常非常标准的 觉得是 大雷三天下大 夏天大 然后冯雪峰 都会 一应俱选 OK 所以那种雨呢 就像这样 看起来就像这样 因为从 从最低层 到 高层 这个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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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高雄 那个事物 雷暴雨 湾亚雨 他一直找到 找到 某一样程度 马上就找到去 就在那边停止 停止以后 他会往 四周上开 所以那个四周上开 这种 几乎是这个雷暴雨 特别的 一个特制 那很多地方都有雷暴雨 当然 台湾当然也有 那这个 这个是澳洲 Victoria 那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他也是一样 你比较眼看 你可以看到 好像就有一个 很白的一个大伞 张开 这个就是雷暴雨 那他为什么会 他为什么会一直张开 只是因为他想要往上走 否则是上去啊 就是被迫的往旁边张开 ok 这个 是在高雄上拍的 在前面 往月里面 半月的 在屏东的客户 也在讲 所以我们 坐高雄到 屏东去 然后在 放入屏东 就是 死亡 就是 台湾的雷暴雨 可以讲得很一样 从 等级等级等级等的长大 到 宗教的变情 就上不去 真的是雷暴雨 通常那个雷暴雨 可能他找说 自己的 他会跟 任何雷暴雨 因为 他的这种 也是 也是 最容易 但是他还没行的雷暴 因为他上面 还没有 就開始變齊 變成一個什麼特別的 因為上面有一個比例 這個審查上面還不一樣 但是這些就是說 這個東西都是一種量 這個最後會消失這樣 下完一種就是雷暴的消失這樣 可是呢 另外這些小的雷它會開始長 然後變成下一個雷暴 這個雷暴是一朵接著一朵 下個一兩個步驟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連續產生 OK 有幾個特別的名字 一個雷暴的 他 這雷暴的指示是 他 被迫 如果有迫的發音 沒有迫的話 他會四面發音 好像幾個屁股 所以如果 風向是一地 這個是什麼 這個雷暴的這些 這個雷暴的方向 這個雷暴的方向 很大問題 也就是這樣 那個叫真正 所以很多人 那個雷暴上面的人 還說 封城的雷暴 雷暴的 雷暴的 那個鐵鎮的照片 這個在大雅房裡 都沒看到 鐵鎮的 鐵鎮的一個風景區 還有一個 讓大家發思無知有盡的 打鐵鎮 這個鐵鎮在 你真的滿像的 OK 所以那個真正雲呢 這是代表一個雷暴的 一個特徵 如果那個 觀測的角度再高一點 你看 最大是在飛機上排 就是飛機上 回到臺灣 到臺灣 到臺灣機場 然後 往那邊 第一天都看過 非常難難的 大群北報 現在最有看 看到 看到 大群這個小的 對 圍著這個 五個樣子北報 那這個 真正雷暴的 那這個 風是同樣的 這個 從左邊 那這個真正雷 那真正雷暴的 這一層呢 通常就是 這個 比較強的報告 它從 往上 甚至到 對流程頂 它在往上 這個手裡 可以 對流程一般 兩個人 是很上去 那是很強的 有可能 會有一點 很強 像我們說 這個 不許很大 可是它過分一定 就是 那種短暫的 被強烈的 上身氣流 突破 真的這樣突破 它就是沒有突破 那我就把它變形 所以對流程頂通常的 一個 對流程頂通常的 那種強的風暴 往上 衝的時候 它把那個 對流程頂的形狀 裡面 那種 變形的 中間某幾塊 那實際上 對流程頂通常是沒有破 真的要破 那個 故事就比較多一點 所以 裡面都不會突破 但是一般情況 都這樣 比如說 這種突破 並沒有代表 那個 那個 對流程頂通常被突破 一個突破 裡面 就讓它 有點像 一種像的 這樣被突破 那時候等一下 這個故事就是 跟這個 有關 就是說 在某種情況之下 它可以做過 那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我們這個 要講的 一個主要的故事 OK 那在 之前你們看一下說 一個風暴 怎樣從一個 小的 比較小的這種 雞雲 變成一朵雞雲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 被壓制 上不去 到這邊就是對流程頂 它開始上不去 可是它一旦上不去以後 那麼強的動力 都會把那個 對流程頂再抬高一點 所以下一步要 衝得更高 才會幫我衝到這個 所以在整個 每一套的過程中 你會看它那個對流程頂 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只是因為 一朵就是一朵的那個 強烈的對流程 把他往上去 所以最後 但是最後 中招 上面就有一層 讓他上不去的地方 那一層就是所謂的 偏六層 所以我們如果看這一個照片 那你會看到 再看 右邊這個 右邊這個 一個大氣的分層 我們大氣最低的層叫做 最低的 在上面那一層就是低的 在上面那層就是低的 在上面那層就是低的 那我們今天講的就是 不管最低的那一層 到底還有 其他的地方 沒辦法 好 那對流程 大概有十多公司 臺灣的話 不只臺灣因為 只要有路循環 所以等下天的話 大概 十五六六六 都有可能 空間的話 這個會有自首的 三公司 那中緯度的話 那當然就是 空裡 他的特徵呢 我們在地面 通常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往上 你如果去爬山的話 往上越來越 所以這個大家 就剛才經驗 所以那個是一個 最有什麼 就是 往上分類的 就是 一般的影響 至於為什麼他 可是呢 因為 最多 他一定就是馬上高層 所以他覺得說 越高一定越緊 然後 在人家就功夫 然後 他不知道的時候 你再高一點 就不是 你再高一點 超過這個 對流正經 那個溫度好像 就好快 整個越來越弄 一直 到五十公平 整個 整個 上面這個 一流正經 他的特徵就是 溫度隨著 高度 就是增加 那 溫度隨著高度 增加 特徵的 他特徵的 那 溫度是 隨著高度 1.0 是上 各種層次 跟溫度 或是 一個 一個比較濃 對流 跟那個 要稍微 往下 往什麼 對流 那 語言呢 就是要對流 如果 對流 這可能 不要帶 不要帶高 OK 可是 那個 溫度隨著高度 增加 他的穩定度 就變得很大 非常穩定 那 空氣輪 空氣輪 那時候 你想要幫他對流 他就不用這樣對流 你那個最強 你自己把他 大概會要幾秒 那個馬上就變 所以他會壓制 對流 對流 一旦被壓制 你就沒有辦法 去 所以對流 比如說是 風平浪平 一般人講 就不風平浪平 這叫風平 他可以 平垂也是 垂直的對流是很困難的 所以那個 屁六層一般來講 不會有什麼 暴風雨 之類的 一般 長途的對流 大概都分在裡面 他們都會有 明顯的風暴 風暴都在下雨 所以這個就是 屁六層很特別 這張照片是那個 好像 大概有時間前 把那個 美國那個 太空所拍的照片 你看那個 出的時候 你看到 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 雷包 你看到雷包 你看到雷包 到一個陣座站上去 這個地方剛好 就是這個 這個陣座 他上過去就是 因為他們 被上面的 聽不懂 壓死 所以他沒有辦法 再往上做 所以一般的情況是這樣 但是在有些 特定的情況之下 就會 可以衝過去 OK 那 就是說 我們 這個目的是 風暴 很深入 很容易 而且 對 一般的 人生 風很非常大 或 風塵 或者你要進去 做很多地方 做很多 一般 市場上 發大 或下大 很特別的 所以 這個 所謂的 強烈的 更有天津暴 這個劇院 對 劇院來講 就覺得動心 所以風向 這樣 就是這樣 可是你要做這種 密報當然 你第一個要件 你要觀測資料 你觀測資料 什麼 觀測資料當然 就讓你各個地方 設的這種測試案 有人去觀測 可是那是觀測一般 天氣之類 可是 那個 強烈風暴的時候 你要不要觀測 你要不要觀測 你如果直接判 你就觀測那時候 你不行 因為那個強烈風暴 像我剛才講 有強烈的風 有下大雨 甚至有 像這種玩意 很大的一個冰報 這個是目前 目前為止所做 收集這種最大的冰報 然後地步 重達兩公斤 這個早上投降 在 絕對不是這樣 這個還是 還是OK 這個市場面 大概高的呼吸的大小 那種冰爆 冰爆 所以打到還是蠻痛的 可是 還不會 氣冰的危險 這個大概一定會 對 危險 那甚至有這個什麼 閃電啊 打雷 那更是不得了 所以 這個去觀測雷爆 就是很恐怖 只是不小心在後鎖 就會變成那樣子 對 這個雷爆 直接觀測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實際上 怎麼樣比較安全 這樣就是撩扯 最好就是 坐在你的 接種圈面 然後你可以看到出來 那個風暴 怎麼樣發展 再來會怎麼發展 那些 像那一輩子發展的那個 所以要做到好處 那一輩子發展 第二個呢 看來看大方 因為如果 在現場 觀測的話 你觀測 就是你所看的那一片 鏡頭這樣 那你如果是搖測的話 你可以打 它可以看到好幾百公里 人造衛星 那你可以看的 是 好大一片 或者甚至是 整個球面 全部都可以看到 就看了失敗 所以搖測它也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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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往往不知道 你再看 所以你那個資料到底 要怎麼樣去詮釋 啊 這種資料是非常重要 那個空間 不容易 算是 這非常重要 啊 那 一見觀眾好處 就是說你 下病報你這樣做 下病報 下大雨這樣看到你下 這個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搖測你都看不到 搖測就 全部都蓋在一片白黃黃的 底下 那到底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啊 所以這些東西 就這樣 這個也幫我去 去看 那搖測的評點 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兩個 一個是赤象雷達 也是赤象彗星 然後今天主要可能是 赤象彗星 啊 ok 所以那個 這個 那一分狀態已經 送給你 那 有時候 有時候 再回來 再拍一張 所以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 重複會心量 就是 相對於地面 它其實是地在一點 所以你可以 同一個東西 你可以簡直 一直拍電 你就是一直一直 一直 對著它一直看 一直這樣 當然它有很多壞處 它那個鬼告是 靈性這樣 不掉 沒辦法 隨便說 我高興把這個 為你一張 還沒一張 而且它只在塑造上 那麼缺人 它也不缺人 但是 優點 我說最好的是 兩種缺人 那我以前在 UCL在電視 UCL是一個比瑞士 比瑞拉那些 親像以前那些大叔 那些 Viennus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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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後來 那邊 Chan Chan 也是UCL 所以 他們當初都是做理論 所以在UCL 念書 金魯商人 都是做理論 想到 氣象觀衛很重要 大陸大陸 魯斯坎人 才說 你看你氣象很不觀衛 原來 魯斯坎人專門做 人家 氣象衛星 氣象衛星 基本上 是從魯斯坎人 開始發展 所以 那邊 嗯 經過世人 這樣子 蘇里 蘇里 現在有人在訪 所以 其實這樣都不激 就 嗯 嗯 那 就發展的時候 氣象衛星 開始發展 所以我剛去的時候 我對著魯斯坎人 那 那 因為他們這個是那邊 很熱的 譬如說 每天都有一群人 就對著那個 對著那個 對著那個 所以我就是跟他們 就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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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每一次 看了很久 每一個 看的時候 遠遠的這個 中心 火圓形 然後那個 後面 後來這些人 跟他再看看 看著興趣出來 然後 後來你看久了 看的時候 那個 人造衛星 上面那個 看 比如說 一看 那個 不過 這時候 上面看 是這個 那下面是什麼樣子 你都給你 知道 過後來 這些 剛看這個 比如說 或者 問人家說 你這個 上面這個 重點 結果 我怎麼知道 我也不知道 所以 通常你會說 那個東西已經研究那麼久了 應該那個 東西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那種 所以 你 觀測的東西已經能夠 直接 然後去看看 這個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一點 往往都是 做一個 研究其實 很好的開始 所以說 我這邊看 這上面怎麼兩道 這個東西 那我 我當初在 就問人家 沒有 沒有 但是 大家也是每天 做這個地方 很高興 所以 這個 這個 研究是一步一步 這樣子 往前推進 啊 這個就是那個 人造衛星的 啊 一個 畢子 那我們 我那時候 就開始 對這個東西 去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啊 那其他 那個 之間 碰到 那個捷克 那個 馬登 聖達克 他是捷克 氣象局的 衛星組的 組長 也 這個是 我們這個 他們也 發現一些現象 他 沒有辦法解釋 這個 我們 嘗試的解釋看看 那怎麼解釋呢 剛好 剛好 我已經用了 做雲 動力的 我們做了一個 電腦的 試 就是用這個電腦 雲模式來模擬 我後面放 把 算出來 然後把那些 我用電腦 繪子 繪出來 大概都長得像 看一看一看一看 結果是 長得還很像 那上面後面 第一次看不太仔細看得覺得好像沒有 第二次再仔細分心 誒 既然有 既然有 就有不好 用 模式裡面的物語過程去 嘗試有解釋說 誒那是怎麼來 所以這是一個基礎的方法 這個這樣 所以我剛剛做這個動機 就是 我幫他拿來看到一些特殊的現象 我看 我有沒有辦法解釋 OK 所以我解釋這個什麼東西 這個都是叫做 真上捲銀烈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 About Ample Cell Pro 這叫做 A.A.A.S.T. 這個是很高度 爆 用原作微信 直上銀烈 往下看 我們傳統微信 這樣做 這個雷爆 就是從地面擋 擋到 對著自己 所以它會造成一大片 的那個屬性 重量 這個增重量 它放得很長 它可能是 如果這個雷爆本身 甚至 就是 假設這個開連 它的增重點的話 它的增重點的話 有可能 在屏東 所以它是一個可以 很便宜的七百公斤上 過 的事情 但是我們以前都認為 傳統的 氣象都認為說 這個風暴就是這樣 結果 Martin 這個電話 三個屏東 他發現說 不只這個人 上面還有另外一個大人 那這樣就好像 有些人在上面 住那個房子 然後再煮網 換一樣的 煙中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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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的 有一個科目要發表 對那個女朋友打槍 女朋友說那個 那個拼納層不會有 那拼納層都會感到怎麼可能 一定是你們那個 未知資料處理 程序或錯誤 才會弄出這個東西 結果就把他打回去 他看那些什麼東西衝啊 雲不斷是真正的 還在那個針對我現在 還顯出了一層陰影 所以真的是印上去 來回好幾次 從我接受 但是他還是 不能 解釋說為什麼會這個 他只是說我那個衛星上看到 就是有這個東西 但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 後來他們有這個example 我開的手信就是每天去 看這個 那個 NOAA的這種 衛星圖片 結果一看到 到處都是 那時候就說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好像有看不見 你每天都看到圖片 你就是沒看到這個東西 可是你一旦開始知道 有這種現象也要你再去看 注意 你會變成 所以這個就是 很好玩的一種也是 研究上你也會常常碰到 所以 這個是這個所謂的KACP 這個也是AACP 而且有的時候強 有的時候弱 所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後來就用一個 我們自己做的漁模式 這個漁模式可以模擬 那個 風暴的 行程 所以那個 左邊這個 我不會幫我把這個拉掉 這個就是我們模擬的 你可以看到 風暴 這個紅色的部分基本上就代表 產生風暴的部分 等一下可以看到這個雲上面 你會看到這個雲上面 開始產生波動 然後產生一個 碎波的現象 OK 這邊也有產生碎波 造成一條 但是剛開始那個地方也是 產生碎波的跌幅 就像這個 所以這個是很標準的所謂 啊 就像 還沒像海浪 但是海浪 剛 快到岸邊的時候 因為 那個那個那個海浴的錢 那個海浪就開始 翻過了 然後看到那個衝浪的 無所事事 就這樣 在那個衝浪板 架著這個 海浪 那個海浪就這樣 捲過了 那種其實已經不是普通了 雲海浪應該是 在水面上 那種波動 可是當你關過的時候 那個水面上 回經過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所以我們 當初 找錯了個研究說 你為什麼會有 那種 我認為 就是 這個以上 因為它產生 很多波動 這個波動在 某種狀況之下 會產生 這個碎波的現象 當你那個碎波現象 它就不是像 高載那個所謂 它就是 握出雲體 那個被 抵出 被醒了 它真的是 把這個雲體 拖拖給倒 那個水 就直接跑上去 所以為什麼那個上面會有另一種問題 就是因為那個水分 用這個 這邊是 那個 那個過程 你可以看到 它是 就是 其實 這邊 用那個 你看那個 它一直往前衝 所以那個風雖然 由 怎麼往右 可是那個 雲呢 上面那個雲卻是 由右往左 讓你感覺到 那個雲好像是 逆風而行 所以這個現象就很好 這個現象後來 去找了雲線 發掘呢 在一九七幾年 那個 芝加哥大學一個教授 叫做弗吉達 很有名的一個 他專門研究龍捲風 美國龍捲風的分級 現在就是用所謂的 Fujita Scale 去做 這種分級 那他曾經 發現一個現象叫做 Jumping Series 就是跳的 捲雲 啊 那他 當時觀測出來 然後發表 沒有人相信他 大家說 哪有那個雲會跳 而且還逆風而跳 這是怎麼可能 所以當時他要 發表那個Paper 在美國幾乎沒有辦法 他第一篇發表是在 在日本的雜誌 因為他原來是日本人 台灣 就第一篇還是 發表在日本雜誌 就就也被 懷疑得很慘 那為什麼會被懷疑 就是因為 當初大家覺得不可能啊 你 你講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發覺 我們做了這個以後 發覺他其實是對的 啊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也沒有辦法把他拿的 OK 這個是那個Multin開的一個 像地上 這邊你可以看到 所謂的雲 就是往上衝 這個是所謂 過渡雲 我們用我們這個雲模式去做模擬 所以你應該模擬一樣 就會模一樣 而且我這還是隨便 普通的風暴的Case 那這代表說你只要有 類似的條件 你造成的 雲點的情況都是一樣 所以雲點的物理 基本上就是可以用這種模式 模擬出來的物理 去解釋 所以我那個 啊 我後來後來的時候 那個 那個 我記者有發現的時候 將來是有這個跳 跳絕的 其實就是碎鍋無片這樣 尤其他那時候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他就 他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他說我有看到 但是 那個機子是怎樣不知道 啊 那後來我後來就罵 他這個就不成功 那時候他很想去跟他講說 那個時候他已經過世 兩三年 這個沒有辦法 很可惜 但是 他真的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我們就了解說 那個雲是有可能把水分送到平流程 只要你有這種最多現象 就有可能 我把這個 有一次就在那個 西班牙的一個風暴會議上面發表 結果講完以後呢有一個 瑞士人 瑞士那個聯邦理工學院 一個研究員 他說他有一個電影 剛好就是我講的這個東西 那個之前我都沒有看到有這種電影 後來他 他就把那個電影 拿了給我看 OK 大家看一下 給他給我這個電影 你看那個雲上面 你看一下海浪的東西 而且幾乎每一個上來 都會有 所以就是說 大氣跟海洋其實都一樣 他既有海浪 而且也會產生這種碎 同樣的 同樣都是流體 為什麼以前的人都 不會覺得這個現象 因為 第一他不知道這個東西 就算你看到了你可能就是忽略掉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完全證明說 同樣的物理會產生 同樣的現象 所以我當時就非常 確信 就是說我們 模式做出來的物理是對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電影 他的 衝的那個情況 就是說 上去 好像那個海浪衝上來 我當時講說這個就是 產生那個魅力勢力 那一場講中 很多人都還是有疑問 就是說理論上講對 那個模式做出來 你卻會變成一個狀況 可是光看這個片 覺得這個浪大好像上去又下來了 好像沒有變成一個場面 好 那我知道這個是 但是 這個電影沒辦法 那個 他越來越近 最後就看不到 就你整個都被雲遮住 那個上面 到底是怎麼樣的 那除非有一個人一直在上面看 那你才會辦法看到 所以這個東西 悶了很久 一直到了 2016 我去那個北京開會 然後回程 剛好看到一大排 全部這種雷暴 就在中國 海岸沿海 就是一大排這個東西 我就拍了你的照片 這個是我們那個模式做出來的 就是用三個 做出來的 你應該看到 過渡一定在這裡 這是震動 然後它那個 跳的 然後像不一樣 跳久的 然後它可以 然後我從前面看 那一次 所以 就是正正在 這個大概是在 安徽的那個 是連韓 這個是那個 過吹 然後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 一模一樣 然後這是 完全證明說 跳距雲 時間過久 它就會變成 一個長條的 KACP 而且 不止那個 模式來說 你再很久一點 那個 這個 會跑到 最前面去 對 所以我們同樣 那一群人 就有 這個情況 只要過久 它那個 正常 跑到最前面去 所以這代表說 雲模式做出來的 結論 的確是對的 所以自從我 把這幾個東西找出來以後 現在 大概全世界 大家都 同意說 OK 你這個講大概是真的 沒錯 好像沒電 好像沒電 對吧 OK 好 好 所以現在呢 大家只要每天去翻那個 衛星圖片 每天都有 一點都不寫 這個你可以看到非常明顯 而且那個 那個的確就是在那個方面 非常非常 強烈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到 目前為止 可以說 大家都已經 非常 相信 你說這個地方 是不是只有 特定 那歐洲 我剛才有幾個 Case 是 歐洲 的Case 像最早的 一個 Marvin 那說我們台灣 有沒有這個東西 台灣也有 OK 這個是 前年吧 2020 我可以看那個 4月1 我們拍到那個照片 看得不好的 才藝 照片 對 這根本就是一個雷暴 不知道雷暴對不對 雷暴 它是下面很暗 這個鏡子後的這個 他可能跟他們 然後我一看就知道這個是雷霸 而且那上面的雷霸 它為什麼會有雷霸 因為它是很薄的一層 而且它是冰造成的 所以經過太陽的折射以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彩色 如果說到那一天 我如果去抓那個衛星圖片 一定可以看到這個雷霸 所以我當時就是 馬上跑到網上不走 所以就是當天掌握了 就是洞岸 就是洞岸 洞在這裡 可以看到我們有一個蠻大的一個 雷暴系統 就籠罩在洞岸的上空 那那個那個採雲在什麼地方 他這一朵雲在那個真狀雲上面 還稍微有一點雲 就是雲上的雲 那個雲上的雲 那個真上的那種卷雲 它本身是很薄的 所以透過太陽光 你會看到這種彩色 所以 所以 就是說 拍這個 根本不知道他在看 看就知道這是網銀 而且當天就抓 抓那個衛星圖片 馬上就可以抓到 所以這個就是說 至少做雲的研究的好處就是 馬上就可以看到真的東西 不用在那邊猜了半天 我們後續呢 有研究說 那到底為什麼那個會 產生碎波現象 那我們就是說這個是 因為你會產生一個叫做 critical layer 一個零界層 當那個波速跟波 行定的速度一樣的時候 你會產生一個零界層 那個零界層 會使這個波動 產生一個碎波的現象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個零界層 因為風暴本身對 環境的風暴是一個阻擋的作用 因為這種阻擋的作用 它會使這個零界層 好像是一座山 那個山後面 就跟那個Walton Wave 產生了很多 現象是非常畏實 不過那個 那個那個 講起來太長了 不知道那個 有零界層這回事 就是 那我們那時候跟人家講了很多 就是說 OK 我們證實了這些東西 那有人當然就是要 要跟你證明 你講到那邊都是可見光 那個人道會心也有紅外線 你的理論能夠 解釋這個紅外線的現象嗎 那紅外線的 這個 風暴看到有什麼現象嗎 他有這個現象 這是紅外線 他這個紅色在黃的部分 藍色跟綠色代表 都好 跟一般思維一樣講 不過好像紅外線 沒有真的有 顏色的顏色 這是 這是 人道會心 針對 觀測到的紅外線 這一大群 每個都是雷暴 你可以在那個雷暴上面 好像 他的G1也好像有一個 V字型 或者U字型 一圈冷的地方 然後冷在中間夾了一個塊 溫 所以這個 你如果說你的那個模式是對的 你來解釋看 一點都不能 同樣的那個模式 你要把那個計算出來 可能是 畫幅 就像這些 可真是沒有畫幅 就是沒有畫幅 你可看到 最前面這一 這一段 這一段 就是這一個 都是第一字熟 或者是第一字熟 冷的地方 那它後面上的色 不是滿的地方 所以 这个模式做出来 结果是完全一致 而且这个很容易啊 一看就知道 为什么能 因为他比较高 他被推的比较高 那技能让我们知道 绝热上升 绝热上升以后 每上升一公里 你会降到10度 所以你只要高一公里 你就本来冷到还10度多 所以前面这杯子 后面这杯子 让冷的大概10几度 因为他比较高得多 那后面 后面他比较复杂 有一个上面是第六层 他会跟别人讲的一些东西互合 但是前面这杯子 因为还没有展现复杂 所以他们能够会有影响 所以这一项是策略 所以这就代表说 同样这个模式 既可以解释可见光看到的镜像 也可以解释 红外线看的镜像 对 完全正确 这个 完全没有发现 那当然 即使到现在开始有很多 打枪 那说不定是印象 说不定这个模式是刚好跑到 刚好 这个也有可能 因为现在很多模式是 用调的 你先知道答案 然后再 我都调到两个 调回去跟那个答案 或者这些作弊 但是 但是无可否认 现在很多模式 他也不是故意要作弊的 他为了要 能够用 他只要这样 但是我们这次完全没有调 我的原来 物理 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跑 跑出来 OK 所以 风暴的前面 这一对端 因为 这一对风 面风吹 把这个 物质面 退高 他就 破得比较难 所以这个 很自然的现象 这东西 OK 下面 另外 你就会说 好 你这个是因为 有风 那如果没有风 我说没有风 的话 你那个 那一圈冷的话 就应该 变成一个圆圈 那个 那当初这个 其实是刚好反过来 就是我那个 合作的那个 Martin 你说那个 U跟那个V 是因为风吹 然后 瓦推高 那他也 cold rig 的冷卷 那你怎么解释 我说这个冷卷 当时当然还没有止 但是 我说冷的话 一定是他比较高 他说哪有那个风暴 周围比中间高的 然后中间都是凹下去 那旁边 可是我说会啊 因为那个风暴是 如果 风小的话 上面风小的话 风暴一直往上冲 冲到了 对了层子以后 上不去了 上不去 然后他上去 啪就 止在那 就停 不会 那个东西是火的时候 他上去一定会震动 震动他在代表有时候 中间会高上来 但是有时候 中间会下跌 所以你看到那个ring 一定是 旁边让我高上去的时候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我那个模拟做出来 果然就是说我把那个风拿掉 同样那个风暴 但是让大家都给 没有风 让他止止 止止盛在以后 那个出来那个 冷的那一圈 比较高的 就不用 就是一个圆圈的样子 而且除此之外 如果的确那个机制没有错的话 他中间是比较暖 而且他上映的时候 会冒出一个 另外一个小云出来 但是那个小云 一般来讲是很薄 所以一般是大概 不容易看见 那个 那个 用那个制度 大概很容易看见 可是你如果是 真正用观测 那个云本身很薄 你会看到云的下面 因为他有点透 所以你在那看不到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那个上面那个云是 理论上是有 但是卫星是很难观测 那尤其 普通时候更难观测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看到什么东西 直到有一天 台大林博人 记得一张照片给我说 哎王老师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云 靠腰 我正在 做那个模式 刚好上面就有一种云 然后阿博就送那个 照片来问我说 那个是什么云 我说我刚好知道 我刚好知道 那是什么云 那个就是 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 这还有一根那个东西 跟在上面那个云 连在一起 这是代表说 它是下面的波动 往上冲了以后 将段位一段 所以中间就有那么一段 好像纸袋一样的东西 连在那里 这刚好就是 刚好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有这么确准的证明 马可是很大的 他还是不相信 他说 他有人在微信上 我没看到 一直过了好几年 他们发现 他现在相信 因为他看到 所以这也是他叫做 就叫做 Paincake 就是你看那简笔 而且他在 云顶上面还有一个阴影 就代表说 真正 真正的就是那个 所以他现在完全相信我讲 OK 所以现在就是 我刚才讲到半天都是这个雷暴里面产生 云顶上面的物理 过程是怎样 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我们 证实了很多东西 那现在 下一个问题是 那你这个雷暴到底对 全球的气候有什么影响 除了这个造成很大的 也许是 社会上的一些灾害 灾难 那对 全球的气候 冲击到底有什么东西 OK 所以我们很快的 讲一下 我们一般所谓的气候是 太阳照了地面 然后地面呢 被加热 地面被加热以后呢 地面要放热 地面不能一直加热 如果地面就加热 不放热的话 地面会被热的 所以 一定要有 每天被太阳照了 然后地面蒸了 每天晚上 他们地球也是一直在 所以被太阳逾射以后 往外就没有发射 地球辐射这个东西 说来容易 但是真正要 研究的 其实蛮复杂的 为什么 因为地球 除了有 地面之外 还有大气 如果地球 没有空气的话 那个 我们这也很容易算 地球的汗气 我们地球在接受多少热 这个热度 平均分配下 什么地球 地球 都不在接受 可是我们现在地球 比较没有 这个 所以差了33点 为什么 因为地球 大气球 大气球就是把地球 太阳光 产生的热量 执照它 就给 放弃 这就是什么 小力 所以 我有一天就真了吗 再讲这个 这里面 温泽加量 作用最大 第一次是水晶器 水晶器 温泽加量最大 所以 因为大气里面 水晶器有能化弹 有甲烷 聚包 这个 很多 很多 那个 太阳造成的 就像 地面的热量 让它包裹 上了 所以地面 变得很满 变得虚固 所以这个 基本上的过程是这样子 可是 你可以想象说 地面开始震热 这个热量怎么进去 它并不是辐射不去 那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地表上有空气 地表上的大气 我们这些空气 太阳光进来的时候 没有问题 应该它是可电光 我们的空气对 可电光是够的 所以那太阳光 又可以过来 而且你可以看到太阳 在那 中间对太阳 比如说一旦产生 这种热量 那种热量 红外线 大气对红外线 确实不够 所以大家看到 那个热要往上跑的时候 空气会把它挡住 不让它跑出去 所以它就没有那么容易 流失出去 所以这个直接辐射 不是 它一定经过一个过程 但它经过什么过程 最重要的过程就是 这两脚被 水深去 往上带 然后呢 新的例子 平成云以后呢 那个 你再把这要放掉 再高过把它放掉 因为你会想 平常说凝结 凝结会干嘛 到状态 鱼节放热以后 把潜热放掉 然后那些热 再往上传 啊 有个直接跑掉 另外被冻 啊 所以雷暴就 代表很多现象 他代表一个是 非常快有速度 他把这些热量 往上带 而且他 替他带热量的是 最 有 最有效的 东西是什么 游戏的 比热最大 所有地球上 天然物质 最大的 是什么 气质 只能去把这个 热量往上带以后 带有最有效的这个雷暴 所以这个雷暴 带这种最量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他 插到了这个 拼鲁垫上 他怎么把这个 能量往上传 他就靠这个 刚才所谓的 重力波 往上传 所以这边是一个雷暴 简单的模型 就是说 这个雷暴往上的时候 他把这个 热量往上带 带到这里 频流程不让他上去 可是呢 那个动能 跟那个动量会往上传 造成这种波 所以这种 斜斜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动力波 动力波就是 一直往上 把这个能量从这样 所以这动力波到底目前 他能够传多少能量 大家都不清楚 美洲跟欧洲现在开始在研究 把这个 这可能是 气候过程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但是大家 目前还不是 不是非常清楚 到底 他所扮演的角色 到底是有多少 不知道 OK 对啊 所以我们目前 在做的这个 然后我们的模式做到 更高的 刚才那模式做到大概30多 那我现在要做重力波 上面的重力波 我这边有一点的没报 在上面产生非常非常大的 重力波 我们初步证实说 这边产生的重力波 就是实际上 在用人造卫星观测到的 所谓 L-Glow现象 非常 所以就是说 第1个L-Glow是因为重力 第2个 他产生的位置跟那个位向 用模拟做出来 非常 符合 所以就代表说 那个模式 一切也可以用来 做这个重力波 的评估 它到底产生多少 能够带多少能量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一些工作 所以雷炮其实 对整个大气过程非常重要 所以最后请大家 观赏一个很短的这个以前我 秀过你可能看过 但是很好玩 你可以看到地球上其实雷炮很多 而且他随时都在做这种 传播 能量的工作 雷 这个有声音 这是那个国际太空站 ISS上面所拍的 你可以看到地球上很多灯光 当然很多都市 可是那些闪闪发光 那个都是雷暴 产生很多雷电 那现在大家已经了解所谓众粒波 你可以想象这个众粒波往上一直转 这一圈绿色的就是所谓的airglom 这个是极光了 这个就不是极光 跟刚才那个不一样 极光是晃物比较大 光量比较 光更强一点 而且会一直变 这个也是极光 好 为什么不会整 那是极光 好 继续往事 这个 电话 来 我給你一個問 可以可以 好 來 你看 他可能一整天都沒有來聽這個聲音 我想講的就是說 那個雲上雲 雲上雲 雲上雲的現象是 在比較豪的雲上面也會 那兩千五六常常看到我們在 像豪的雲上面 那以後的雲就整條 兩百公尺的上面 它是 你如果看到比較豪的 那有可能是那個雷暴已經消退 流下來 那倒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種 碎鍋的現象 雷暴 產生一個動力波動 對我過 就有可能 所以能保持一點 那可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問題 這個其實就是讓我們講 最近用 模式做出來的 到了 中立波 到了 中繼承比 那部分 那個中立波的情緒 跟 下上 閃電產生的 有不適合 那個 那個 跟 寬度 後部都非常配合 所以讓我們講 說這兩個 有很多的關係 那 至於 會不會 我想說 沒有 但是 沒有 目前就想再回 就是說 沒可能 因為 一直到 中繼承那邊 有很多這種 變相過 那變相過 這個東西就比較 那 可是為什麼會更是 波動到 這個 國外的能量 那為什麼 國外的能量 會使這個 上天的症狀 在那邊 跟這些 什麼 這一下 這是一個 這種問題 現在還沒有 真正有 做任 這方面 所以我現在問的是 向上 展示 跟 公司的天秤有 那 當時 區組的 特朗老師講到 那個 上面 他的能量 會一直這樣往 對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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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閃電 一定是在雷爆 裡面 而且幾乎在雷爆的 中心 還有好幾種 那一種 兩種最重要的 一個是叫做 Blue Jets 藍色的 噴流 Blue Jets 那個叫做 所以他的陽極在哪 可以往上 他那個沒有 陽極的時候 他可以到不一定 對 因為那個 通常 那個可以到最上層 是正直 對 可是閃電的 不見得是正直 產生的 有可能是在比較低的 因為那個 腹極通常是最 激動 最強的 所以 到目前這個 我們還就是用這個 的 可以 先來 再來 可以 要跟他 的 音樂 I think 请稿者 您好联订的 您好联系 我享受对您的搜集 一 km的工作 你会找到 Entre all these KAC barriers, you increase the water vapor content in stradals, especially in the lowest currently- you know there you getting the details of those water vapors in the lowest straddle filter well, in fact, it's about at some height it's stronger than the same amount of water vapor in the torporium filter. So it's very, very strong. the reason it's because the plot-out temperature 如果知道 明年经认识 我们知道 如果知道 这就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反正正在对于所谓的 所以现在,有所谓的努力 对于你想让人们开始 他们想要改善了 I did make a very quick calculation itself based on the model. So they are just using one model result as an example, assuming that at any instant there are about 2,674. So if they are all the same and they will reject the same amount a little bit to the structure, then in one day you should have about that. That's the question. Yeah, nobody knows. But we say SEP has been observed there for many hours. They can last there at least two, three hours. Maybe three to four hours. So that is because up to this point, nobody looked at this for such a long time. It probably lasts as long as the SEP has been observed as long as the SEP has been observed. So roughly I would say two hours. So they can be there for quite a while. What we don't know yet is usually something is a mechanism. So once they have one way to their focus on that path, that path will not change. So then we should have the source and then it is . So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 think that somebody proposed that this water vapor increase in the stratosphere should cut at least 3% of the global warming due to the increase of the stratosphere. So I'm going to say 3% of the nets. Once you have the water vapor there, the water vapor increase in the water vapor. Okay. Okay. And . That's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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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re just. Oka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会把 尤其因为每一道最厉害的这样的路 他会有一个超强的武器的音乐 然后这个人 基本上最重要是 他甚至好像一个新的 他移动过以后 把地面上都没吸 然后就马上马上送 而且送的很快 快到很多东西 还拿过主话 所以送的到那个地球上 我们当初讲这个东西 当中有很多人 不可能是谁 那个 毕竹城的文帝 进他们前一步 所以有一个圣像 唯一能够解释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所以就说毕竹城的众选的底地 毕竹城上面 这时候众选的哪有个基本性 在海面 因为海水里面是主要的 众选的主要点 所以毕竹城里面如果认识重选的话呢 他应该上去 那早期郑多元在做这个毕竹城里面 因为所谓的重选 基本上是不理的重情 因为先有重心 它是超重心 超重心就是重心 所以重心就是第一 第二 就是两个重子 一个重 因为普通的性是一个子 一个子是一个重子 它的质量是人 对 对 它的来源是这种地域 如果按照一般的大使律的运动的话 那个 这种重心 这种刀 刀的重情 到上面之后 因为那个下骨髮 会把它理解那种下骨髮 所以它是不会到 所以它会一直在找说 有什么 因为现在两道的这种重 这种重青跟普通的基因 比例 竟然相当高 但是跟那个队位置差不多 所以会不会在 我们现在不可以解释这种 雷暴过程 这种潜力 然后把它 而且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些过程 就不直接等于把那个队位置 你把那个队位置 打到一个东西 做过去 台湖相信很多这种 也有整个化学的东西 是 对了整个战区 透过 这种雷暴的 但 当初大家都觉得说 雷暴那么小的 完全很重 但是我们雷暴虽然很小 但是 它是很强烈 而且它随时都有 它随时 都在运作 它会有很多 化学的东西 所以 送上去的 就不会回来 还是有一个故障 还是会 还是有可能 因为 比如说 也有机制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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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流程里去的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真的有很多 很痛 很痛 在 在封密的 附近 我们这个 对流程 皮肥浸泉 皮肥浸泉有时候 会 会很低 皮肥浸泉的臭氧 会低到 大概 一面皮肥浸泉 两三公里而已 然后就上到 上到 对流程里面 所以 它会很紧 但是 那种 基督现在 也是有 也不能 只知道说 有这种 有这种 但是 你要 模拟这种 大概要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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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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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它不会 还是有一些 你要是 刚说 它的温度 会 上升 比如说 那个 水气 水气 会使 温度上升 对 所以上浴 之后 它回来的机会就 相对 可以小 它还是有可能 透过其他 的基石 比如说 它被 这个光化学作用 把它分解掉 对 所以 其他的 比如OH 自由基的东西 我讲到话才会更复杂 如果讲到话才会更复杂 对 你快懂 他不是 做什么话 你都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不是做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做什么 我都在地面打 我会飞到 我其实跟他们传摇 他们的问题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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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问题其实 对我们现在感觉 蛮有 肉眼的问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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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臭氧 臭氓 他们不是这么 这个 遗验他们的 组织 被 传送到 停留 层 我这边 连带的 这种情话 是 我也说 这种 就是 这种 对 从 停留 往 对 停留 这些 这些 包含水汽 或是 包含 它到底 它到底 多大的 reaction 你看 那 另外 就是说 它 是 有点复 但是 现在 我们大家都 在这边 翻唱 也是 到底 后来 就是 它 这个 是 是不是 需要 在更精确的 尽量的了解 这样 组织 有后 可以 怎样 可以 这样 可以 这样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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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等于是 虽然 其实蛮久 20 年 不过 这个 20年 就是 这个 不想进 没有 不想进 第一次在 讲 这个 身材里 是 没有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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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讲 下面 大概 双腿 没有 想进 没有 没有 那 然后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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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那 我 刚才 那 就是 它在研究 火烧 以后 大午 火在以后产生了风光 比如说 那么大 它刚好 低气息的 但 产生了 讓他的風暴更強的 因為有種發佈 結果他看到他播報上面 FB 上面應該很短 你看他上面幾層 他看到上面是黑的 他就說 黑是那個裡面那些灰啊 對那個風暴帶上 結果他跑來就說 你遇到這個圓門的道理 結果他講 然後好像沒有人看 結果他知道你一件事在動物性之道 這跟我講的那個 馬上他第一次 講說這個東西叫做你這個資料的助理 他說你那個可能是在一裡頭的 那你上面看的有點暗的 光線的部分 然後我一看說 如果是光線的 怎麼他隔壁一樣的不怕 就那個特點 那個方法就是一個火災 所以我就是那個 就是說 我相信 就是經過這個最多火災 除了水性以外 他會把那個火災 到火災燒後 都在灰 就灰上去 所以透過的時候 不會灰上去 所以他一定會很高興 所以我們那一陣子大概 我們就是 相信 就此外 沒有相信 對 就回來 然後跟頭皮相比 再跟彼此親吻 對 好意思 然後隔幾年 就我們 慢慢慢慢講 就跑到歐洲 歐洲人相信 美國 美國也比較燙 可是後來 我後來後美國 因為 美國之前有人 講說這種東西 對不對 因為 我最大的理論 就是說 風暴對環境風險 是一種經濟 但是後來之前 有人講說 沒有那麼多 就是 因為有人這樣講 對傳統上 的人說 沒有那麼多 這個 後來後來 這幾個關 所有的證據 就是真的 我剛才跟他講 就是我們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腿子 氣流 跟那個 水瓶的 風 風的復旋 產生 所謂的 所以這個 腿子的傳訊 一分是正確 而且他們現在 把很多 包括 包括 那時候 那時候 你也看到 那個時候的 臨地 就是會 你不像 那時候 看得到幾百 然後 那個 那個 最近 觀測的 他們就在那個 摩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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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火災 你知道你在用什麼 在那個北齊這一代 那個 你可以 你可以掉 再到 五百K 那 可以做 北齊 這個 應該是 七公里 的 那個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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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抓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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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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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 怎样可以更换成这些 问你 我的comment也很简单 这个黄院士的演讲里面 我记得对年轻人是很重要的期待 你在学习的时候 王老师在年轻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位置一般的对修是什么 这个黄院里面 从他基本的圈子之后 加上新的科技 造就了新的科学 那我想 十年二十年以后的科学 必须练就了 卫星的科技 窑色的科技 不断在进步 我们对科学就找到了 就是 大家从现象中的开始 找到我在学习的时候 我也都觉得 我觉得说 谣策这些事情 应该是 非常有关系的一个 那也希望工人能够 不单单是自己的科学 在手上 那其他可以 变成你的合作 所在合作内向 即使是一开始 找到一个方面比较好 那 那 慢慢的 会给人 都会在 不断的 思考 跟变成 都会 产生 好 那 我们 来一讲 我第一次看到卫星 以前 因为卫星 1960年 那个时候在开始 台湾 第一次看到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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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款 这个公款 那 公款 是台湾唯一 有 系列的 位置資料 那 之前 有 所有的 那些 都被许 准备 那 都说明 到看来 最强的印象 就是當時的所謂的 HR, tropical cycle 系統理論 那個風是怎樣的 前面有這種風的 那東西就像周五的路那個形狀 那個風面那個形狀 只有那個風的形狀是怎麼化的呢 就是當中 一位大神經的時候 憑空想像的問題 就是他在DXXXXXX 他們在挪歪的地方 只有兩個側外衣 觀測根據路 這個風面這個地方是比較帶的 那種風面的前面 形狀有一個想法 一個路 中文池跟路 那這邊應該有什麼樣的理由 那這就在那裡 那當時大家看看 到底誰知道 是不是 結果一直到新加坡 在新加坡那邊 第一次看到他會覺得 看到你 你們的風口紅色 一般 跟他換了一個地方 那那一陣子才知道 真的有十大時 他在平衡想像的時候 看起來不像 那第一次來 覺得說 哇這個物理真的是 有什麼 你要不要推理 所以就 我看 真的 真的 那另外 我跟你說 我看那個 衛星 那個 每天在我船隻 那樣的 我找到那個 那個 明空的 可是你那個 他不懂 他不懂 看 很實測 因為他整個 都不是自己的一本 這樣會 你看到什麼 你的代表是什麼 你會看到 對 對 你會看到 跟海天編成 他還沒助成 然後連貌神 然後 那我就跟其他管理 就是 發子感 就去進去 一般去自己 你 然後過了 然後每個禮拜 他真的去 那個時候 就開始做一個 一個勁 可是我跟他 一直都沒有在管理 每天都在 上廠室 一直到去了Wisconsin的話 每個人都在用衛生 所以這個有點機會就是抓住機會 你的後學到底在心裡 好這個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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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